響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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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會謹記於心,要學會謙卑,擺脫精英語言 我覺得他要擺脫精英語言,首先要擺脫精英心態 他如果不是高高在上,完全不體察民情,民間疾苦的話 他不會說得出,他自己都60歲以上每天做十幾個小時 他不可能不明白,在外面很多基層的勞工 是做十二小時一日,每個星期六日做一些很辛苦,體力勞動的工作 而他很多這些在打工的朋友,去到60歲是沒有辦法不退休,是被迫退休的 他們不是不想做,而是他不能做下去,以至到他失去了收入 而陷於貧窮,尤其是一些這些基層的工種 所以如果他要罰這些60至64歲的人士,認為他們拿走他的福利,就會令到他們可以就業 他應該首先立法禁止年齡歧視,讓僱主不可以因為僱員的年紀而辭退他 他不可以完全不理過勞動市場,完全沒有任何證據,就去收緊這個長者縱活 所以我希望他如果真是學會擺脫精英心態,他真是下去接受一下民間團體的邀請 去去看策一下基層市民的工種,去試一下撿紙皮,去試一下掃街 去試一下看看到60歲沒有工作,而這個低收入的情況會怎樣 而是重促立法,禁止年齡歧視 而兩日後要推行這個政策,我們在議會已經盡力,我們會繼續去爭取 我們希望建制派能夠和我們一起約見林鄭 最後都是要請她懸崖勒馬的 昨天和今天都很刻意地說反思,謙秘,聆聽,關懷 其實今天還加上精英語言 其實林鄭說人家是精英,她說自己是精英經常都有 我記得前陣子她說大律師工會是泰國精英主義 以精英歸來精英,這都是一個經典 但我只是這樣說,林鄭今天說有反思 我就很希望她那個反思能夠盡快見到 反思一件事不只是口說,也不只是自己進行 是要讓人見到的 反思的意思是去修正自己 那她有沒有修正自己呢? 有沒有修正未來的長者中援呢? 有沒有修正四千元的派錢呢? 有沒有修正財政預算呢? 是不是真的見到她有反思的誠意呢? 還是只是一種語言藝術,哄大家開心,消氣而耳呢?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至於剛剛羅志剛局長回應了第四題問題 關於收獎獎的中援 她剛剛提出,我的數字不是很準確 我問她,究竟市場上有多少工作 是給64歲的長者去做的呢? 特別是長者是小學水平以下 政府自己會不會帶頭呢? 我又加一句,我說 政府在過往的兩年 勞夫局和社會福利處只請了五個 她就說,我的數字可能是錯的 她認識的朋友裡面有三個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錯 但我現在拿著這封,就是 勞夫局給我的信 這封信就是在2018年 2月28日給我的信 這封信就寫明 在2016、2017兩年間 勞夫局和社會福利處只聘用了五個 入職時介乎60至64歲的人士 這個問題就是我不斷說政府 如果你說60至64歲 是很喜歡工作 很有勞動力的話 那你政府自己為何不請呢? 勞夫局為何自己不請呢? 社會為何自己不請呢? 只是請了五個這麼少呢? 這個問題就是 每一次問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是其身不正的關係呢? 每一次都是有一些 轉來轉去的樣子 而這次還要聊士鬥飛 又說我搞錯了數字 我覺得政府真的需要 特別是最高層的官員 真的很需要 有一個退休去做一個反思 反思一下究竟 與議員和立法會和公眾人士有甚麼關係 是 其實 再約林鄭再見 即是叫民建制一齊 她的狀況在哪裏呢? 你們上次見她都不斷聲呼 你們都說 林鄭見你們 只不過是說 不要說我不見法門 再去見有甚麼意思? 會不會再有些更加實質 和問題 你未來的財政越上 或是威脅不通過 會逼政府讓步呢? 立法會是通過了邵家樽議員的動議 之前在福利事務委員會 也都至少兩度通過我提出的動議 都有要求政府擱置這個科政 甚至在剛剛舉行的福利事務委員會 也都通過了我動議的譴責政府這個動議 這個是整個立法會的意見 林鄭在之前就選擇先建建制 後來就好像不情願下又建了我們民主派 我覺得我們立法會其實是罕有 在這個民生議題裡有一個共識 就著這個這樣的共識 我們覺得應該是全體立法會議員 向特首來去追問 那當然現在已經是非常之時間很問 但是我們都希望盡最後一分力 那個意義呢就是在於 這個是很清晰的整個立法會的立場 如果他都是視言不見聽而不聞的話 他就要獨力承擔民意的反彈 和所有的政治後果 我補充一句就是 我們正在約建制派去談 其實我們是想 我們只是 很specific的 我們只是 去跟進 1月17日通過的那個動議 就是那51個yes row 裡面有26個是建制派 有25個是民主派 我們只是跟進那個動議 以及那5個修正案裡面的內容 就是我們不是在說財政預算案 不是在說其他東西 我只是約了那些議員 一起去見林鄭 去跟進一下 那個動議通過之後 政府會怎樣回應 怎樣反應 包括是中環檢討 什麼時候做 包括是 長者中環怎樣 不要收緊這個問題 如果您或許可以做到 她要做 她要做 現在她要做 如果她要做 她要做 她要做 再問她 要做 跟她有任何 可能 去做 什麼 我想 是 這一個問題 首先 總共 有兩天 就是 是真的要提到的主席公司 她不想向她迫迫 沒有法案 她會否施她 不斷阻止這個劑劃 我們想繼續這個努力 令她明白 這件事是重要的 要阻止錯誤決策 首先,如果她拒絕了一種語言,她應該拒絕了她的一種思考 她應該先拒絕了解,如何低職人和低教育能 她的事故並不能成為科技能 或者身體有在此現場的職業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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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應該解決要讓她們讓她們進入職業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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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規定 of force to retire when they reach the age of sixteen then she should start considering Legislated for age discrimination so that employer cannot discriminate employees X four the estate and therefore not being determined simply because of as thank you 我认为她已经意识到这种回復 而总共产兴认为她的计划 我认为她没有选择 但我认为她的责任 我认为她的责任 我认为她真的责任 而认为这种错误的选择 她应该阻止这种错误的选择 谢谢